问水桑桑 行人邦邦 鲁道有道 骑子翱翔 再去这首诗歌的前两章 诗人描写了文江 心中急切 乘坐马车 飞驰赶往骑国 接下来诗歌的后两章 同样也是描写文江的心情 但是却有微妙的变化 问水桑桑 问水是骑鲁两国的交界之河 桑桑是形容问水的河流盛大充盈的样子 这一句其实是在讲文江一早就出发急行的马车 已经到了齐国的边境 下一章这一句就讲到 问水滔滔 也是指问水水流充足 波涛汹涌的样子 齐鲁两国的国境交接之地 必定是人流传动 熙熙攘攘的地方 所以诗歌后两章下一句就讲到 行人邦邦 行人飙飙 邦邦和飙飙这两个叠词都是形容人众多的样子 这里诗歌其实在讽刺 文江明明去骑国 他要做的是如此不光彩 见不得人的乱伦之事 居然他还乘坐华丽甚美的马车 在光天化日之下 穿行于人流之中 招摇过世 毫无羞耻之心可言 诗歌前两章描写了文江出发的心情急迫的状态 而现在到了齐国的国境 他的心情又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鲁道有荡 齐子敖翔 鲁道有荡 齐子敖翔 敖翔和敖翔这两个词都表达了一种自由自在 无所忌惮 心情放松快乐的姿态 这两个词用得极其生动描写了文江 在到达齐国之后 他快乐愉悦的心情 因为他马上就要见到他自己的情人齐相公了 这一前一后的心情对比 一张一池 一紧一松 历来很多解读都有所忽略 但却是这首诗歌在文学上最出色最精彩的一笔 极富张力的将人物的心情刻画得露目三分 淋漓尽致 当然诗人如此下笔的目的 也是想透过对文江心理变化的刻画来讽刺 他一心只想着苟且之事 恬不知耻 无理无得 《再区》虽然是一首对于文江的讽刺诗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和仔细阅读的话 其实通过诗中所描写的文江一前一后的 这种情感心理的变化 可以看出 其实他也是一位真性情的女子 虽然他所作的是一桩常人所无法接受的 违背基本伦理的丑恶之事 但是我们从诗中也看到了文江 这位女子她陷入情欲情感之中 极其可悲而又可怜之处 所以这首诗歌相较于之前的 《南山》和《碧狗》这两首讽刺诗 诗人下笔更为委婉 没有明显的直接的责备 或许诗人也是于心不忍 毕竟人都是有可怜之处 有执迷之识的 以往很多诗经解读都只是停留在 对文江不伦行径的严厉的批评和责备之上 但是其实这样的评价也未必全面 文江也只是一位女子 在当时的社会中要做这样的事 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而这份勇气我想或多或少 和文江作为一位女性 她自身的情感需求 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 文江也是可怜可悲值得同情的 英国的历史学家吉本 在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候 他就讲过 我们的同情心在听到 叙述年代久远的悲惨事情的时候 是冷漠的 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现象 比如当我们讲到千年前的一场战争的时候 现在人看来好像那就是一个平淡的历史事件 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 也成了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而已 其实并不该如此 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 任何一个人都是真真实实的人 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 我们在阅读千年前的诗篇或者历史的时候 我们的身份不该是一位冷眼旁观者 而是要让自己充满同情同理之心 双击点赞 关注听灵七 你也可以通过阅读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